當澳洲加息加到嚇叻了不少業主 澳洲Quincent州政府又向大家發出另一個炸彈 而這個炸彈就是極具爭議性的新地稅政策 這個新地稅政策主要是令坤州和其他州 都同時擁有房地產的投資者 突然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可能少多交幾倍的地稅 都沒說不肉痛 消息一出不單令市場投資者嘩然 更有評論是狠批坤州政府 簡直是搶錢一樣 近期坤州樓市在加息壓力下 房價依然很堅挺 加上將會在2032年舉辦奧運 本來有很多來自新州和維州等跨州投資者去買樓 不僅香港人也喜歡在坤州和不同州份去買樓 但是坤州推出這個新地稅政策之後 不禁都叫投資者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在坤州買樓的你 或者已經在坤州買樓的你 又知不知道坤州這個突破常規的地稅 究竟是怎樣計法呢 你會不會無端端就硬吃了幾倍的地稅呢 未在坤州買樓的話 還是不是應該繼續在坤州入市呢 還是考慮去買其他州呢 而投資者又應該怎樣去應對這個新地稅的政策呢 今集我為大家去拆解坤志蘭州這個新地稅政策 大家好 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我的頻道是關於澳洲生活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的 我是澳洲房地產導師澳洲的質疑律師澳洲和香港的持牌地產中介代理 也是新書《澳洲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存在任何投資的建議 我們現在看看坤州地稅改革前是怎樣計算地稅 首先我們就說一下什麼是地稅 澳洲的地稅就是州政府針對土地價值所徵收的稅款 而地稅是以州政府評估的土地價值去計算的 而並不是市場上買賣的價值 在坤州推出新土地政策之前 各州所徵收的地稅可以說是河水不犯井水 各州都有各自計算地稅的方法 亦都有不同計算地稅的方法 而每個州份都是以那位納稅人 在那個州所持有的總土地價值去計算 而自住屋就是免地稅的 在之前的地稅政策來說 投資者只要在不同州份分散投資 在每個州都持有一個土地價值低於那個州的freshhold 其實即使是你持有很多物業 都可以不用付任何地稅 而目前坤州地稅計算的方法 個人名義持有的土地 是可以享有60萬澳子的免稅瓦格 而公司和信託只有35萬的免稅瓦格 不過坤州打破傳統地稅政策 這個新地稅政策就會由2023年到30日開始實施 坤士蘭州計算地稅的方法就是要求納稅人 申報在全澳洲各省的土地價值 一起在坤士蘭州的一個總地稅的價值 然後就會按這個比例收取坤士蘭州政府想收取的地稅 最惡近的地方就是坤士蘭州的地稅 採取累進的稅率 即是說不是一個固定的稅率 即是說土地價值越高 抽取的稅率就會越高 這樣就會將全國的總土地價值加在一起 數額之大一下子就會跳到最高的稅街 所以很容易就會出現稅額大幅飄醒 這個新地稅政策對於借在投資坤士蘭州房地產的業主並沒有影響 而對於沒有投資坤士蘭州房地產的投資者也沒有影響 最慘的是一班同事在坤士蘭州和其他州持有物業的跨州投資者 日後需要繳交的地稅將會大大增加 甚至乎以數倍計 我們現在看看坤士蘭州政府的例子 在2022年6月30日 在坤士蘭州擁有一塊英稅價值 74萬5的澳洲土地 在坤士蘭州的地稅計算來說 稅率為500澳指 再加上超過60萬澳指的每1元澳指的1% 即是說LENA要繳交1,950澳指的地稅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方法 首先我們去到這個圖表 LENA是一個人的 個人地的英稅價值是74.5萬 計算方法是500澳指的每1% 好像很複雜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計算方法是500澳指再加1% 再乘以14.5萬澳指 即是1950元 14.5萬澳指的計算方法 就是74.5萬再減去超過60萬的數字 即是我們會得出14.5萬澳指 我們現在一起對比一下新地稅政策改革之後 即是2023年6月30日 LENA在坤士蘭州所擁有的土地價值 我們也是當它不便 就是當它是74.5萬 同時LENA在新地稅改革之前 同時在維州擁有一塊價值 156.5萬澳指的土地 即是LENA全澳洲的土地總價值 會是156.5萬在維多利亞州 再加上它在坤士蘭州的74.5萬這塊地 即是說總共是231萬澳指的價值 由於LENA的土地價值比較高 就立即跌到一個更加高的Test bracket 我們就看看Test bracket 如何去計算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人的表 LENA現在擁有的土地價值 令LENA去到這個表的第三塊的標 我們看看第三塊的右手 這個Test bracket的計算方法 就是4000澳指 再加上超過100萬每1澳指的1.65% 計算完之後就是要交26115澳指 這個比例就像一塊餅一樣 總共的地稅是231萬澳指 坤州在這塊餅中佔74.5萬澳指 這個餅中間的比例 再乘以26115澳指 就是坤州政府所收取的地稅部分 也就是說是8422.37澳指 記不記得我之前說過LENA 在未地稅改革之前 只不過是一年給坤州政府的稅項 是1950澳指 現在它會向坤州政府上繳8422.37澳指 金額足足有4倍 這個數還未計算 維州的地稅 都沒有說不欲痛 我們現在再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黃小姐在坤州擁有的價值 是59.9999萬澳指的土地 同時在新州擁有價值40萬澳指的土地 在坤州地稅改革之前 由於黃小姐在坤州和新州所擁有的土地 都是不超過那個州的freshhold 所以它本身是1元地稅都不用交 但在坤州地稅改革之後 由於黃小姐擁有的總澳洲土地價值 就變成了99.9999萬澳指 即是說它現在要繳交2,700澳指的坤州地稅 在這個政策來說 究竟誰是贏家 誰是輸家 不用問坤州政府肯定是這個政策的唯一大贏家 坤州近年的水災 政府已經面臨很嚴重的經濟損失了 再加上各方面的支出 坤州最新公布的財政預算方案 預算是坤州會在2022年至2023年的財政年度 赤字會高達17億澳指 與此同時 坤州會將舉辦奧運 坤州所需要投入更多資金 才可以發展到基建和交通配套 難怪坤州就要向投資者開刀 推出最新的地稅改革去吸水 根據坤州的財政預算案顯示 地稅收入佔整體政府收入的8.7% 預算在2022年至2023年的財政年度 會增加到9.4% 最大的輸家當然是坤州和同時 在其他州都擁有物業的跨州投資者 躺著都中槍 白費被坤州政府無端端割 即使他們什麼都不做 單單是給坤州政府的地稅 都可能會像黃小姐一樣 就比之前原本是一元都不用交 現在就是交多了 很多人都像Lena 本身就在坤州政府給一個比較小的地稅 誰知因為他要計算其他省的土地價值 現在就要給多幾倍稅 又或者好像有些精明投資者黃小姐 本身他們所有的土地價值 本來都是剛剛好計好 就是under the threshold 但就是因為這個新地稅政策 本身就是一元地稅都不用交 現在就要開始交地稅了 新州和維州的投資者 一向都是喜歡樓價比較便宜的坤州 在疫情底下 澳洲的跨州移民相當顯著 有很多新州和維州的居民就要搬到坤州 但在這個新的地稅政策下 跨州投資者可能會選擇去到其他州買樓 在新政策下 無必大大增加了房產投資者的持貨成本 同時會遇上加息周期 亦會令到本身很精明地分散在不同省買地 為了低於freshhold而不用交地稅的投資者 開始需要繳交地稅 同時亦是剛好遇上加息和通脹的周期 這些各個因素都令到業主白上加根 陽無出自陽身上 相信大部分業主都會盡量把地稅增加成本 轉嫁到租客身上 在坤州的租盤嚴重短缺的危機底下 一定會令到租金水平上漲 結果租客成為政策的大輸家 可能你會問我 有甚麼應對的策略 如果大家想在坤州投資 還有一個好消息 新的地稅政策會以一個人名或名義去計算 即是個人還個人 公司還公司 信託還信託 究竟以哪個名義去持有物業 我會建議大家找一些專門 就是針對物業投資者的財政策去做 我們團隊有很多這些財政策 他們懂得不同的語言 廣東話、普通話和英文 絕對可以滿足大家的需要 面對可能以倍數上升的坤州地稅 如果不想提高持有成本的房地產投資者 可能你們就需要選擇在新政策實施之前 出售你們的坤州物業 如果有意在坤州買的投資者 就要衡量一下 投資坤州樓市的前景和上升動力 比起這個持貨成本增加所帶來的壓力 究竟還是否值得投資 地稅是投資澳洲房地產一項持續成本開支 只要擁有的地稅價值超過免稅額 就需要交地稅 如果盡量想避免交沉重地稅 其中一個方法是可考慮投資 含地量比較低的公寓公寓 總結而言 今次坤州的新地稅政策 對於坤州的未來樓市發展 都不一定是好事 而澳洲的主流媒體 也不見得有大幅報道 相信投資者要更多時間消化 其他州政府會否跟隨坤州 去改革州政府的地稅 我們仍然有待觀察 現在這個情況我仍然未敢作出判斷 好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ござоля 香港 girls 每年都有 北海船 學見 海